4月起电价要调降了 经济部昨天敲定 下个月电价调降9.56% 如果以一般家庭 每个月平均用电330度来计算 每个月可以省下80块钱 民众的荷包可以再省一点了 受到国际燃料价格走跌的影响 经济部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 最后决定电价将调降9.56% 每度平均电价由2.818元 调降为2.5488元 是近几年来降幅最大的一次 燃料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最重要还是在天然气价格方面 真的是在根据过去的价差上是很明显 如果以小家庭平均每个月用电330度左右 平均每户每个月可以省下80块钱 早餐店等中小型商店 每个月用电1480度 每个月可以省下517元 每个月用电量在9600度的百货公司 等中大型企业 每个月可以省下3378元 每个月用电150万度的工业用电大货 每个月则可以省下将近40万的电费 2.5488元已经比101年油电双涨之前是100年的平均单价2.6001还低了 所以换句话说油电双涨所影响的那个效果都还回去了 新的电价预计4月1号开始实施 经济部也提醒不要认为电费便宜就随便用电 还是要珍惜资源 另外针对104年台电税后盈余超过合理利润高达340亿元 这笔盈余将用来平稳电价 来因应国际燃料价格大幅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减缓对国内电价的冲击 记者联系张子佳SG小组台北报道